第2場比賽 這個準決賽 銀河團他們的第二場比賽 來看一下這一次的雙方陣容 藍方是選擇一個硬冠流的標準陣 那麼也沒有到很標準 就是能打架也能夠有硬冠效果 那麽 局方這一次陣容上做了一些更改 把妙蛙花給拿掉 然後選擇帶皮卡丘 然後胖狗丁也拿掉了 選擇帶的是阿薩布魯 那可能是想要增加自己打團的快速吧 就是想要秒殺對手 那局方在下路的配置是電貓再加上 吸盤魔偶還有皮卡丘 那看起來雙方在前面第一波的這個 小小的蜜蜂前的會戰 下路這邊差一點 OMG 他有著這個護盾 剛好踩到塔內 那下路阿薄蘇魯選擇來支援 所以下路現在變成四人線 那麼藍方這邊電貓站的位置是 我不懂藍方電貓站在那邊是要幹嘛 那麼下路這邊是直接被抓掉了 那這個塔呢剩下21顆球 那藍方電貓應該是就放棄了 放棄就是直接在吃中央的四隻龍蝦 路卡 局方路卡丘選擇路野 那麼藍方也是兩人路野 想要限制對方UP素的發育 那路卡丘 局方路卡丘已經搶到了 搶到了一個紅BUFF 這邊一個彗星拳往後 恩 最後應該還是會被他逃脫吧 只剩一個胖狗丁在這裡打 感覺就是送頭啦 送頭了 局方下路呢 也就維持著四隻 看起來是想要先把下路給灌爆 那麼上路這邊呢 他們的上塔 剩下21顆球 19顆灌進來 阿博索魯過來 最後火箭卻5顆球再灌掉 上塔呢是先拿掉 那藍方自己的下塔也是蠻危險的 5人集結要灌2塔嗎 電貓呢是在2塔灌到了13顆 那這麼早就選擇灌塔 應該是想要把對方野區先都給反掉 那麼反掉之後 OK 上路這邊呢 局方應該是棄手 那下方這邊剩下一顆球 OMG 應該會被溢出 溢出了18顆 那第二波這個蜜蜂已經重生了 我們來看一下整體呢 局方知道對方的想法 所以是瘋狂的 應該是路野 要把他們的球數給壓低 那上路那邊 只有一個路卡溜在上 局方只有一個路卡溜在上 那剩下藍方的隊員 全部靠上嗎 在這個時候 對 他們靠上 但路卡溜很聰明喔 他知道自己這個洛杜姆可能強不贏 所以就選擇去入對方的野區 那這邊帳寶力 OMG OMG 攻城 攻城良田 最後還是搶掉了 居然還能夠搶掉 那上路這邊 胖狗丁已經在 洛杜姆那邊standby好了 局方的路卡溜能夠 幫隊友 拿下這個 洛杜姆看是沒辦法 他已經往那邊靠去了 局方的人都已經趕過來了 那這時候 洛杜姆剩下一點點血 有人要去打嗎 這邊雙方路卡溜互換大招 然後局方的這個OMG 這個互換 這個互換 藍方是偷到了 偷到了這個 這個暴式龜 那這邊剛好 胖狗丁補完血之後 又趕上了 被 被阿斯塔布魯給推到那一下 那這邊對方 雙方在這裡爆發了一波會戰 皮卡丘大招也開了起來 這時候洛杜姆 還有一半的血量 而這個被撞過來的話就糟了 那 OMG 血了 胖狗丁倒下了 皮卡丘23顆 Thank you very much 這一個皮卡丘已經做足了 這一個犧牲了 這個犧牲是 可以的 是可以的 成功的是把這個 上路這邊 給拿掉了 這個上塔 剩下一點點 OMG 最後上路被溢出了30顆 被溢出了30顆 那這個 菊芳呢 雖然前面掉了 暴是龜 但是關鍵的這個 集結上路 是再把 洛杜姆給拿回來 然後並且呢 在上路是持續打了一波 最後因為胖葛丁倒下了關係 所以洛杜姆就撞了進去 這邊電貓放電開了起來 是兩隻坦克在這裡 烈劍過來降落 成功收掉電貓 然後這邊 路卡利又生氣 生氣氣 生氣氣 OMG 欸 這個吸盤魔鬼大招開起來 但於事無補 菊芳開始呈現一個送人頭狀態 那上路可以看 烈劍已經偷冠了40顆球 路卡利又大招開起來 有一個護盾衝了過來 沒有要直接投嗎 把後面的人給支開 這時候電貓趕過來 下塔的話 由胖葛丁拿下 投到了23顆做結尾 那這時候藍方又把整個戰局給搬回來了 可以看 現在目前是領先者40顆 雖然差距不大 雖然差距不大 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藍方的電貓 已經偷偷摸摸摸來往上路去 但吸盤魔鬼也是有料到這件事情 那這邊 阿博說的血像 血線 並不是很好 喔好險好險 這一個 暴事龜還好沒有再被 帳寶力數給拿掉 那電競在上路應該是在吃洛托姆吧 那麼下路這邊呢 喔沒有他按回程 那藍方剛剛呢應該也是蠻害怕 菊芳呢是想要硬貫下路 那這一個 看起來在地圖上 人員的分佈呢 是菊芳呢 佔據了比較多的地圖優勢 因為 對方並沒有 這個 OMG 這邊大招開起來 烈箭大招開起來 並沒有推到人 那 OMG 這一個 細胖夢我玩的Burr棒Burr6 最後 扛著大招 再一次的收掉了 路卡利歐 那這邊電貓應該是可以收掉他吧 那 洛托姆的爭奪 菊芳已經站好位置了 有 菊芳再拿下洛托姆 其實他對付這種硬貫流 就是 搶對方的支援 然後把洛托姆給拿下來 就會比較好打 那這一波 看一下 菊芳四個人安排在上路 那 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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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蘇魯在家裡 那這邊的話 烈箭死掉了 然後 西盤摩爾身上有50顆球 成功的逃走了 那 胖狗定一個人在上路 阻止洛托姆 那藍方這邊看起來 路卡利歐大招開起來 能不能一個人反打兩個人呢 看來是沒辦法 最後 阿伯蘇魯路過收掉 那麼 帳寶力鼠在下路呢 是 殺掉了皮卡丘 這時候 然後 西盤摩爾身上的50顆球 也掉了 那 上路的 胖狗定 你還在打 洛托姆阿 天阿 阿打好久 不過這應該就是他們的分配吧 因為 帶滾動的胖狗定 的確團戰的效益 並沒有那麼大 那這時候一看 藍方呢 不停的開始在 農 農這個球了 那胖狗定應該是有大招在了 因為畢竟他剛剛是 一個人在上路慢慢打嘛 打很久了 農著農著應該是有大招了 我們來看一下菊芳知道對方是硬罐牛之後 該怎麼防守 對方的攻勢喔 現在閃電鳥已經 已經出生了 那 四個藍方的隊友集結在下路 菊芳是三個人在閃電鳥這邊守 阿婆說了一個人單開 閃電鳥的血量已經掉了三分之一 那 電貓收掉了路卡利歐 菊芳呢 這邊必須趕快拿下 閃電鳥有辦法搶到嗎 搶不到了 那 電貓呢在上路呢 是 收掉了對手 然後又拿到了分數 那這邊 雙方 OMG 這個400分應該是灌的進來 OMG 那 藍方並沒有投到太多的球 而且路卡利歐還有50顆應該是阻止不了了 這時候 菊芳已經領先超過100顆了 不過還是要看一下 藍方有沒有第二波的進攻 哇這邊炸毛利出40幾顆球 直接勾搭 哇 這40幾顆球掉了 哇 皮卡丘趕快撿趕快撿 那 皮卡丘呢在這一場呢 看起來是表現得不錯 表現得不錯 選擇皮卡丘呢 這個陣容 看起來是選對了 那 這邊 阿伯索如 最後要做一個防守 那皮卡丘所有人都已經回到了 菊芳的人基本上都已經回到了家這邊了 那 藍方剩下40秒 還沒有辦法做最後一波的進攻呢 這時候 路卡利歐再一次被電貓給抓掉了 所以他們球數最多的路卡利歐是死去了 這時候球數最多的剩下胖葛丁 應該是走不到對方防禦塔了 打這種硬罐流就是直接在 中間阿 直接炸虎攔截 好 烈尖的36顆球灌了進去 那最後 藍方 只差一點點 還有人可以灌嗎 炸虎力數應該也灌不進去了 最後剩下一點點 然後 菊芳成功的防守 那拿下這一場勝利 那是搬回了 搬回了阿 比數來到1比1平手